大家好 為各位介紹這邊的商品 那今天會介紹的是EPIC的固定式飛旋 這個是渡泰款的 那EPIC之前有出過一個可折式的飛旋 那可折式飛旋因為單價比較高 相對的EPIC在這個地方也很貼心的為大家推出了一個 更經濟實惠的一個款式 就是這個固定式的一個飛旋 那固定式飛旋基本上造型跟這個 以前的這個可折式的是一樣的 那只差別在可折跟不可折 那這款是渡泰款 那當然它也有陽幾款像這個黑金紅藍 基本色都有 那目前借安裝的車型看一下 這個是RACING埋挺的一個部分 那這款渡泰的呢 基本上還是維持跟原來的一個可折式的一樣 那特點就是在這個弧形的設計 那當然上面做一個指滑的一個造型 然後弧形的設計的EPIC設計的裡面是 在這邊有做一個倒角 讓客人在踩踏的時候 因為經常性的播放播放播放 這邊呢尤其擋點的部分呢可能會退化 或是有一些耗損 那有些呢 這個飛旋就會越來越前面越來越前面 所以EPIC故意在這個地方 這裡做一個弧度的一個造型 弧度的一個造型 可以讓腳踏在上面的時候呢 不會往外滑 可以確實的勾住它 這樣後座呢 其實會做的更輕鬆更方便 那收起來的話我們看一下收起來的一個樣子 收起來的一個樣子也非常的漂亮 也是跟這個車殼結合在一起 那渡泰款呢 洋漆款呢 都是相同的一個造型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然後以這個 飛旋來說呢 是中規中矩的 然後呢 不管是這個 YAMAHA車系 那或者是像這個 光陽像雷亭的車系 像G6就沒辦法使用 那雷亭的車系是OK的 我們都可以使用它 那喜歡朋友們也可以參考看看 那不管是這個 呃 陽極的款式 或者是像目前 都會所看到一個 杜泰的一個款式 那賣可唱或飢餓精品呢 我們都有這個 現貨供應中 那喜歡朋友們也可以參考看看 收起來就是像這樣子 然後在外側看起來呢 會有一個EPIC的字樣在上面 那這個造型上呢 也是不錯的 希望朋友們可以參考看看 謝謝大家